许欣回到家里陪孩子打了桌球 王浩和严博雅在祝孩子国际儿童节快乐的时候还顺便撒了一把狗粮 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陪伴了孩子们并且给他们送上了儿童节快乐的祝福 唐烟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组女儿小小堂骑平衡车的照片给足了粉丝们惊喜 并且还配上了文案宝贝节日快乐 话里话外都是作为母亲的快乐和恋爱 罕见晒女儿照片 唐烟在结婚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观众的视野 很少能够看到她公开在社交媒体上向粉丝们展现自己的生活 更不用说是将女儿可爱的照片发出来给大家看了 去年国际儿童节唐烟就已经晒出过小小堂可爱的背影 在照片里小小堂身穿黑白条纹的长袖 可爱的小手紧紧地握成了小拳头搭在唐烟胳膊上 跟妈妈一样戴着黑色的帽子 看上去十分乖巧可爱 海颖的罗靖吃醋吐槽 在评论区打去说就算六一儿童节小小堂也要被妈妈安排去上课 一点也不快乐 今年的小小堂属实长大了不少 但仍然软萌得像个可爱的糯米团子 久违出镜的唐烟女儿梳着可爱的丸子头 穿了一身可可爱的红色小套装 脚踩着粉红色的儿童拖鞋 学会了骑平衡车 双手扶着平衡车把手摇摇晃晃地往前滑行 玩得不易乐乎 从照片也可以看出唐烟细心地将小小堂骑行范围内的杂物都移开了 避免孩子受伤摔倒 十分的贴心 虽然小小堂才刚刚两岁 不难看出继承了妈妈的大长腿 哪怕没有正脸出镜 也能看出以后会继承妈妈的美貌和好身材 粉丝们也纷纷为唐烟感到高兴 觉得小小堂的背影十分可爱 并且给孩子送上了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节日祝福 但更多的还是催唐烟早点出来营业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在上一次小小堂出现在大众视野 还是媒体拍到唐烟去接小小堂放学 当时她戴着可爱的小帽子和口罩 可能是为了锻炼她走路 还走不稳路的小小堂牵着长辈的手摇摇晃晃地走着 而身为母亲的唐烟在一旁慈爱 并且关心地看着小小堂 正如粉丝们对唐烟女儿的爱称小小堂那样 唐烟与老公罗靖的爱情也是十分的甜蜜 唐烟和罗靖的恩爱婚姻 唐烟和老公罗靖的缘分是在2011年的一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开始的 第一次见到唐烟 罗靖就被这个女孩甜美的笑容深深地吸引住了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因此开启了一段缘分 之后随着两人在工作上的交集 两人之间也在不断地磨合 最终两人坠入了爱河 在唐烟33岁生日时 罗靖主动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两人的恋情 并且在按部就班地相处了两年之后 两人变手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样 婚后没多久 两人幸福的小家庭就迎来了新的小生命 小小堂的出生也让唐烟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全心全意地做起了全职妈妈 而罗靖更加努力地工作养活母女二人 这么看来明星的婚姻也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一样的步骤都是先谈恋爱在结婚生子 也会愿意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 现在的唐烟 吞去了一身浮华 淡出了娱乐圈 平平淡淡的生活 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晒一晒自己和女儿的日常 唐烟开口闭口都是女儿 回顾唐烟在有了女儿之后罕见的几次因为工作出境 女儿也都是在她嘴边不停地提起 即使是亮相某直播间围棋宣传 唐烟开口闭口提到的也都是女儿 唐烟不吝啬地向大家分享自己的育儿经 认为大人对孩子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虽然身为艺人会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行程 但唐烟仍然给女儿买了很多玩具并且陪她一起玩 来帮助培养孩子的兴趣 不管多忙 她都想要抽时间见证女儿的成长 在拍摄的电视剧《燕云台》播放的时候 唐烟也第一时间想到和家人一起观看自己演的电视剧 她晒出了小小堂可爱的小手 圈成了一个OK的首饰摆在平板上 而屏幕中正在播放的恰巧就是唐烟主演的燕云台 她怀抱着女儿 向女儿讲解这是妈妈主演的电视剧 跟女儿一起分享自己演戏的快乐 唐烟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自己的女儿 宛如一个女儿努那般 一心为女儿着想 这也难怪小小堂会被唐烟教导得如此乖巧可爱 结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